大家好,这节课的话呢,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常见的服务器后端的一些性能指标 把它们呢,这个一些作用和它们之间的一些关系给你清楚 然后呢,每一个重要的指标到底呢,代表什么意义 对于CPU来说,事实上呢,它是本身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服务器很关键的一个指标 我们如果说CPU让它使用率变得很高了以后呢 这个服务器响应一定会变慢 大家应该经常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 就是我们的电脑如果CPU一直是100% 你去用这台电脑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卡 甚至呢,就鼠标移动都很慢 或者点了某一个文本框,点了某一个按钮,半天都没有响应 什么原因? 事实上,我们如果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操作系统的工作过程就能够知道 对于CPU来说,它就像它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 如果说它已经满负荷在运转了 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去移动一下鼠标 点击某一个按钮,或者做任何一件事情 对于这个系统来说,对CPU来说 其实都是要借用CPU的一个处理资源来处理我们的这种事件 那这个时候呢,CPU自己都忙不过来了 怎么办呢? 它就说,你稍等会儿 你这个事件呢,我现在还忙不过来 你就先排个队 等我把手头的事处理完 我再给你处理你那个点击的事件 或者你那个什么操作的事件 这个时候你感受到的就是你要等了一下 反应了半天 CPU呢,才把这个事情给处理明白 因为呢,它忙不过来了 它呢,会让这些请求CPU资源的这些事件呢 排队,先排着 等我处理完,一件一件处理 就跟我们平时去某一个窗口去银行啊 或者去哪里办点什么事情排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得等待 但CPU呢,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一些贵员啊 处理一件事情都很很大的 它本身也会很快,对吧 所以呢,你排队的时候有可能 等不了多长时间 零点几秒,一秒钟,两秒钟啊 最多也就这样 它呢,马上就会把其他的事情处理完 所以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卡壳 卡壳呢,也就是这么这么一个原因 那所以基于这样一种场景啊 咱们来理解CPU其实它的指标 重要的指标就两个 第一个 CPU 使用率 CPU使用率到达100%就表明CPU就忙不过来了 那并不是说CPU是90%就证明CPU一直都很闲的 证明它还是手上有很多活要做 只不过呢,你排队的概率很低很低啊 排队的概率很低 因为这个操作系统的排队等待呢 它包括CPU的这些调度啊 它不是完全的按照先来后到 它会有一些优先级的顺序的 它会有一些优先级的顺序 就像我们现在知道 像iOS和安卓这两个手机的操作系统也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会 某一个操作系统它可能更倾向于让用户处理用户正在操作的这些事情 用户的操作优先 后台的一些事情呢 它可能会慢慢的去处理 这个就跟我们的操作系统的体系架构和设计理念是有关系的 那么对于CPU来说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 它也会有一些优先级 比方说用户操作的 跟画面相关的 跟这个界面相关的 窗口的应用程序啊 这个跟用户直接交互的这些 它会把优先级设得更高 或者说呢 是对于操作系统里边内置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服务 它们如果有这个CPU资源使用请求的时候 会让这些重要的服务呢 能够优先的来使用CPU资源 所以它会有一个优先级 并不是完全的先然后道 其实这一点呢 咱们也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操作系统里边的某一个属性 可以看到啊 这样一个体现 我们打开我的电脑属性 在里边呢 有个高级系统设置 在这里面有一个性能 performance的一个优化选项 里边我们可以设置虚拟内存的大小 设置其他很多这个窗口绘制的一些特效等等 那在这里边呢 每台电脑上都有这个啊 在我们的电脑的高级属性里边 这边有一个高级 在这里边有个processor scheduling 这个处理啊这个处理系的一个这个叫什么 日程安排啊也就是他呢处理的一个优先级或者对立到底优先处理什么 就是how to allocate process resource 让我们选择以什么样一种 一种策略来 请求啊和分配这个处理器的资源 那么这边呢有两个选线啊 大家都会看得到你们的操作系统呢都会有的 第一个是program程序 也就是我们在窗口上看到的这些要用的这些程序 第二个是background service啊 那么后台的这些服务 那么它优先会让我们分配这个CPU资源呢 给应用程序而不是后台的服务 我们当然可以去修改 修改成后台服务优先 但是没有这个必要 我们肯定是以用户操作优先 这个呢其实就是关于CPU的一个调度的 优先级的一个设置啊 就在这 当然它不会给我们太详细的设计 因为这个设计的太底层的东西了 就这两个层面 咱们的什么安卓手机 iOS手机呢 其实也都有这样的一些优先级的策略的 所以CPU的这个使用率 是我们要这个监控的很关键的一个指标 在Windows系统里边 它指标的名称就叫百分号 Processor 那CPU的第二个指标 因为我们刚才给大家讲 CPU如果处理不完 它会排队 所以呢第二个指标就是 处理器对立长度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指标 有可能我们的CPU一直百分之一百 但是它没有对立或者对立很少 证明CPU呢还是忙得过来的 一切都在掌控 如果CPU 即使CPU没有到百分之一百 但是它的对立很长 也证明CPU呢 其实也到极限了 对立 对立长度 在我们的监控指标里边 叫Processor QLens 前边呢其实也都给大家简单的这个操作过 对立长度 对立长度 它的一个标准啊 通常来说呢 我们认为对立长度控制在 二乘以 这个内核数 比方说我们是双核的 那就对立长度 尽量不要超过四个 尽量不要超过四个 四个以内都很正常 如果是适合的 那就不要超过八个 基本上就是说 一个CPU处理 单元 那么它呢 它的对立尽量保持在两个以内啊 就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 这是CPU的两个关键指标 有了这两个关键指标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CPU它现在的一个情况了 但是呢 我们到这个指标监控里边啊 随便找一下 我们看一看这个 CPU的一个指标 它有很多 C1C2C3 一级缓存 二级缓存 三级缓存 手消化的时间等等 很多很多很细的这些指标 我们呢 没有必要 把它们所有的这些指标 全部搞明白 当然有时间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好好理一理 但是毕竟来说啊 我们刚开始去学习 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搞得特别透 所以咱们主要关注在 重要的两个指标 我给大家讲 也只讲关键的那些部分 这里边的指标啊 这么多 这我们只需要去关注 这个CPU的利用率就行了 这边呢 如果CPU是双核的 对吧 我这电脑CPU是双核的 那就这边呢 第一核 第二核 或者是整个CPU的一个使用率 我们都可以监控到 那么 它的对立长度呢 不在Processor这个类别底下 在System这个类别底下 System 底下有一个Processor Q-Lens CPU处理器的对立长度 这两个指标 可以直接决定 CPU的一个现在运行的情况 那么好 继续再往下看 带宽 对于带宽来说啊 其实就非常简单了 就是带宽的这个 接收 每秒接收的数据量 和每秒发送的数据量 接收的数据量呢 就意味着我们 比方说我们这边 在服务器的带宽的上行和下行 对应的就是接收和这个发送啊 我接收的数据量 就相当于从客户端接收来 到我服务器这边的一个数据量 每秒钟大概是多少 这个呢 跟我的这个带宽的下行是有关系的 下行 所谓下行就是下载 对吧 从远程接收过来的数据 那么每秒钟发送出去的数据量 就是从我服务器这边发给别人的 那对应的 其实就是我服务器的带宽的 这个上行的带宽 那么 我们呢 去监控这个指标 这指标本身没什么可分析的 对吧 也没有什么标准 标准就是呢 低于啊 接收的呢 就是低于下行贷款 除以8啊 记得除以8 这个概念一定得有 后边我就不再强调了 每秒钟发送的呢 就一定要低于上行贷款 OK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监控的话呢 咱们啊 直接去添加 Network Interface 网卡 直接添加网卡 这个类比下边的两个指标就可以了 Network Interface 底下的一个byte receive byte sent 就是接收到的 每秒钟接收到的数量 发送出去的数量 这边对应的就是 某一块具体的网卡 某一块具体的网卡 选择正确就好了 所以这个指标呢 比较简单啊 也很好理解 不做过程的讲解 第三个内存 对于内存来说 我们平常看任务管理系 要监控内存的 都是监控内存的 使用率 或者说呢 可用内存数量 通常呢 单位都是一兆 一兆为这个单位的 单纯有这样一个 内存的使用率 或者说可用内存的数量 这两个其实都一样的 无非就是一个是 用了多少 一个是还剩多少 单纯只有这一个指标 就像我们CPU一样 只去看它的这个 它的使用率 但是没有看它的对面长度 那么评估呢 其实也是不太全面的 对于内存来说 其实它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内存的 页交换频率 这个页交换频率是什么意思 在指标的名称呢 叫做配极 每秒 这个页交换的频率呢 它其实就给我们 告诉我们啊 内存跟 虚拟内存之间的 数据交换的 这个频率高不高 那么 当然这种页交换的频率呢 它的标准是 越低越好 越低越好 比方说对于一个操作系统来说 我们的页交换的频率 尽量控制在一万以内啊 大发向来说 具体的细节 其实这边呢 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资料啊 后边呢 会发送给大家再去看 大家完全也可以呢 继续啊 来对这个内存的页交换 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因为这个页交换啊 它牵涉到一个技术点 是需要我们真正要去理解 就是内存其实很关键 对于我们很多后端的性能调优啊 或者说性能的评估 很多时候都是在调整 它的一些内存使用的参数 内存跟这边的缓存啊 是同样的一个概念 是同样的东西 好 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了 所谓缓存 其实就是一个应用程序 使用的内存 就叫缓存 分配给这个应用程序 多少内存可以给它使用 分配给它的就是缓存 这边的这个缓存是这个 内存层面的缓存啊 事实上我们前边讲web测试 也给大家讲过 对于一个浏览器来说 对于一个浏览器来说 它的这个 浏览器的选项里边 那么有呢 这个 这里边有一个 这个临时目录 我们去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 的一些静态资源 它会放到我们的临时目录里面 那么这个临时目录的话 我们也通常也把它叫做缓存 对吧 事实上 严格意义上的缓存 我们指的都是 内存的一个使用啊 而对于像我们的浏览器里边 使用的这种临时目录 它其实呢 它不能叫严格意义上的缓存 只不过我们也这么称呼了 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它会把静态资源 保存到硬盘里边 然后因为相对网络传输来说 硬盘的读取速度又会更快 所以呢 这种呢 它相对于也是一种 类似缓存的机制 一样的道理 我们用内存来做缓存 原因呢 是因为咱们的内存 相对硬盘来说 它的处理速度 又要比硬盘更快 硬盘的处理速度呢 又要比网络更快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是 利用好处理速度 更快的那一块硬件 来加快我们的这个处理速度 提升我们的响应时间 那么对于内存来说 重要的就是一个液交换的频率 液交换的频率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需要结合着咱们的虚拟内存来看 什么叫虚拟内存 我给大家用一句 最简单的话给大家解释 利用一块硬盘区域 模拟内存 操作 那么这一块硬盘区域呢 就叫做虚拟内存 它不是真实的内存 它是虚拟出来的 它呢其实就利用了一块 在我们的操作系统里边 划分了一块硬盘 这块硬盘呢 固定的大小 这一块硬盘呢 就是用了 做虚拟内存用的 为什么会有虚拟内存这个概念 因为在最开始呢 咱们设计 比方说很早期 几十年前 我们的操作系统 内存很小 而且呢很贵 而硬盘呢 便宜 同时呢容量大 现在依然也是这样 现在我们的硬盘动作都是两个T 三个T一小块 对吧 内存呢 最大的也就四个G一根 对吧 所以呢 而且呢价格 你看一个四个G的内存 大差不多现在是两百块钱 而一块硬盘 是多少呢 比方说就以两个T为例 一块两个T的这种 3.5寸的硬盘 差不多也就是五六百块钱 内存 我们简单来算一下就清楚了 内存 这个四个G的是两百块 那么一个G的内存呢 差不多就是五十块 硬盘呢 我们按一个T算好了 一个T的硬盘 大概是差不多是四五百块钱 两个T的呢 六百多块钱 一个T的硬盘是 假设五百块钱嘛 这样类比好一点 基本上来说啊 咱们就是相当于 一千零二十四个G的硬盘 一千个G的硬盘啊 它的价格是五百块 那么一个G呢 就差不多是五毛钱 就硬盘呢 它的价格是五毛钱 一个G 内存它的价格呢 是五十块钱 一个G 它们的价格相差一百倍 很巧合的是啊 就是内存 比硬盘啊 我们讲的都是标准的 不是固态硬盘 内存呢 也不是那种啊 很 很强悍的那种内存 就是我们市面上民用的这些 普通的内存硬盘也是 内存比硬盘贵 差不多就是一百倍左右的样子 恰好啊 基本上啊 这种内存的速度 比硬盘快 也差不多要快个一百倍 所以价格与速度是成正比的 那么以前的内存也很小 也很贵 现在呢 当然随着成本的 这个 降低啊 内存的硬盘相对以前都便宜很多了 但是它们的这个 价格的比例和速度的比例 这个比值呢 几乎保持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后边可以做个通过一个实验来看啊 内存 它的一个 很小 容量很小 而且呢 很贵 所以呢 我们以前最老啊 最原始的操作系统 比方说像 不过用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数据呢 把一些暂时啊 休眠的一些内存的数据 我呢把它扔到硬盘里边 先暂时保存起来 然后呢 我让这些需要用内存的这些应用程序呢 可以有内存可以用 好 等我把这些应用程序关闭了 然后要去激活其他的应用程序的时候 我呢 又把它从硬盘里边的数据呢 再读回到内存里边 大家不停的来交换这个数据嘛 这样呢 因为用户最开始 它用的时候啊 因为最开始我们的操作系统 其实都是属于这个 单用户的 同时你只能单窗口的 你同时只能操作一件事情 特别以前的这个黑白的命令行的啊 你同时只能做一件事情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反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把你这件事情的相应的内存 我把它加载到内存里边 其他的内存 我呢 就把它交换给硬盘里边 先暂时保存起来 那么当你要去用其他应用的时候 我呢 又把那一块内存的数据 从硬盘里边读回来 这边暂时不用的 我又把它扔回个硬盘 给它临时保存 所以在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我们就把它叫做页交换 那页是一个什么概念 页就是在内存里边的一个管理单位 就内存里边的数据 都是以页的形式来进行管理的 这个呢 我们如果说大家有学硬件 有些操作系统 甚至学一些底层的结构设计的时候 应该说对这个概念都不会特别陌生 这个呢 我们了解一下 就是说页呢 是属于保存内存文件的一个基础的单位 了解一下这个概念就好了 那页交换啊 为什么叫配级 这个页交换呢 就是内存和数据库之间的 不是和数据库啊 内存和虚拟内存 或者说硬盘之间的数据交换 就叫做页交换 那么频率为什么是越低越好呢 频率越低表明内存呢 利用很充分 而且呢内存还有很多 我不需要去和硬盘之间做什么数据交换 那么如果机械交换频率很高 就意味着呢 我们的内存有可能不太够用 它呢需要和虚拟内存之间进行一些交换 所以啊 虚拟内存指的就是硬盘 那么而且这种交换频率太高了 我们讲硬盘本身就很慢 内存呢 和比自己慢的一个部件 一直在这读来读去读数据 这个慢的这一部分 它会拖累整个内存的处理速度 所以呢 尽量降低这个频率 我们要监控指标 就可以内存数量和页交换的频率 在contin这边啊 添加一下这个指标来看一看 在咱们的memory这个类别下面 有个啊 page second 添加进来就可以了 可用的内存 添加进来 那这边呢 内存里边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指标 跟内存 使用率相关的 跟这个页交换相关的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 那这些指标呢 咱们作为扩展 知识啊 给大家学习 我这边呢 其实是有很多这个 windows的这些 每一个指标的一个资料的说明的 那么我呢 把思路给大家理清楚了 剩下的一些指标就交给大家自己来学习了 不用说你一开始就得把所有的东西全各录明白 因为呢 我们希望大家的是 首先思路是清楚 核心的概念理解了 然后呢 当我们真正再去做性能测试的时候 真的需要用到某一个指标 我们再去考察它具体的意思 这就够了 但是呢 就是我们说 把这些材料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些资料 比方说这边 内存技术序 这里边其实它专门一篇很长长的文章 来给大家讲内存里边每一个指标 到底都代表什么意思 这边这些指标呢 对应的就是我们这边windows资源里边 监控到的一些指标 它会很明确的告诉你 这也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把这些资料呢 当成一个字典 我们没必要去背字典 对吧 我们需要用到的时候呢 去查一下这个字典 我们要掌握的是 查字典的方法 这就够了 好 我给这边给大家理的这种呢 其实就是一些方法 你要理解这个原理 否则呢 你知道它怎么讲 知道它是在说什么 但是你都不知道 到底对这个性能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是内存 那硬盘也同样的了 我们硬盘和内存 本身呢 有很多千识万语的联系的 内存 所有的应用程序 它的数据默认都保存在硬盘里边 但是呢 一旦这个应用程序要被运行 它的数据呢 又会被加载到内存里边 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比方说我现在这边 有一个 我们去找一个 找一个相对大一点的文件 我们来找一个记事本 但是呢 现在没有一个很大的记事本文件 怎么办呢 也没有关系 我们呢直接去把一个比方说这个1.2兆的PDF 这个JPG 我呢直接把它改成TXT文件 虽然它打开都是乱码 但是没关系 它反正会用记事本打开 我们现在先打开一个空的记事本 我们来看看 这个记事本程序 它占用的内存是多大 找一下啊 Notepad的这个记事本的进程 它占用的内存大概是876K OK 876K 我们记住这个值 我现在的话呢 让这个 把这个记事本去打开 咱们这一个 文本文件 1.2兆的一个文本文件 我们把它打开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记事本 大家注意看啊 现在它正在加载 内存是不是上涨了 而且它正在加载过程 CPU的消化也挺严重的 内存呢增加了 因为呢 相对于这个文件被我们 加载进了内存 它首先呢 这个文件 虽然现在是保存在硬盘上 但是呢 当一旦我们要运行 它要打开它的时候 这个文件就会被加载到内存当中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 就是这个应用程序的内存的增加 OK加载完成了 CPU呢降下来了 内存消耗了大约三个 三兆 这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内存和硬盘啊 它们之间数据的交互是非常的频繁的 我们先把它关了 这是乱码 没关系啊 因为本身它就不是一个 RZK码的一个文本文件 我们只是呢 来演示一下这个内存消耗的过程 把它改回成JPG啊 它同样呢 还是一张图片啊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这是关于硬盘 那硬盘本身就很慢 硬盘我们要关注哪两个指标呢 第一个是硬盘的使用率 第二个是硬盘 对列长度 跟CPU一样的啊 使用率跟内存一样 内存的使用率 硬盘的对列长度 硬盘如果说 它在一直在忙着去读 或者忙着去写的时候 还有一些硬盘读写的请求 它也会让这些请求 来先排着队 那么硬盘对 所以我不再啰嗦的去讲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了 跟CPU的使用率和对列长度 是一个道理 同样的道理 只不过我们看看 监控的是哪两个指标 切到我们的物理这个硬盘 或者这个逻辑硬盘上都可以啊 都有这两个指标的 我们就找一个 这边有个logic disk 我们就切换到逻辑硬盘 比方说我们要监控C盘 C盘底下就有个百分号disk time 这就是硬盘的这个使用率 那还可以细分成读的一个使用率 和写的一个使用率 我们从硬盘当中读数据 它的一个现在的一个请求的处理情况 和往硬盘当中写数据 它的一个使用率 这边呢还有很多其他一些指标 对吧 平均的硬盘的读的每秒 这个字解数 平均的硬盘 这个写的字解数 平均的硬盘的对列长度 OK就是这个平均的词盘对列长度 词盘对列长度呢 又可以细分成读的对列长度 readCulence 写的对列长度 这个平均对列长度呢 就是读写的总的对列长度之和 OK这个指标我们加进来 这样呢就有硬盘的两个指标了 硬盘的使用率 和硬盘的这个对列长度 那么对列长度呢 当然是 尽量没有 越短也好 这个硬盘的使用率呢 也是越低越好 这是关于咱们的常见的后台的 四个硬件指标 其实基本上来说 对于服务器也好 咱们数据库也好 对于服务器的硬件部分的 这个四个指标 足够来评估 我们对硬件资源的消耗了 不需要考虑太多其他的指标 这四个指标综合起来 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的这个系统对硬件的消耗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那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线程 线程这一个呢 咱们就留到下节课来 专门给大家讲一下 线程这个东西 好 这节课呢 咱们就先到这儿 咱们就先到这儿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